Example 4-3-1 四字三節的第一個例子 Ivaluate the indefinite growth 球的不定積分 x 乘以1的x 次方的不定積分 我們看它的solution 我們開始看一下 假設我們令u 令u的1的x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利用失誤法 令u等於1的x dv 會等於x dx 我們看一下 du 會等於1的x dx v 會等於x dx 或者1 2s 平方 本來還在加一個c 我們後面會再講解一下 c不用加 加的話後面會消失掉 我們看一下 then thus so 我們的不定積分 x 乘以1的x dx 會等於x多少 x呢 我們設定1的x是u 那s dx是dv 1的x是u 1的x是u 那是dv 這我們的公式是uv 減掉vdu uv是多少 u呢 是1的x v呢 是2分之x平方 所以是2分之x平方 所以1的x uv減掉v 是2分之x平方 du呢 是1的x dx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本來原來題目呢 x是1次方 s1是1次方 那你用做一次ivp以後 變成平方 哇 1次方都出不出來 2次方更不可能做出來 所以這計劃也是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ivp的精神 u dv 我們借助這個ivp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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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u成v減掉v次du的不定結婚 換句話說 後面這個不定結婚呢 要容易的 要容易的 一定要容易的 但是後面這不容易的話 那兩個都不容易 那就解不出來 沒有辦法 那越做越緩 表示這方法絕對不對 所以原來是1次方 被你搞搞成2次方 這絕對是越做越緩 所以這方法絕對是不對的 那不對怎麼辦 三步轉路轉 我們再解 我們令u呢 換過來 令u的1類是不對 再令u呢等於x 那dv 會等於1的xdx 那折 結果 du du呢等於dx v呢 會得積分 1的xdx 給它積分呢 是1的x 本來要再加C的 那這個等一下 加上你加C也可以 後面會消掉 那既然會消掉 我們就不要再加了 同學們可以自己回去練習做一下 所以原式 so 原式 x1的xdx y等於 我令x是u 令x是u 那1的xdx 剛好就是dv 剛好我們的公式 或者u乘v 減掉vdu 以後這些都不要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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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寫 u乘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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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u是x v是1的x 所以x乘1的x 減掉 v v是多少 v是1的x du是dx 所以這個就容易了 這就是我們的四字一解的 就容易多了 所以這會等於多少 s1的x減掉 這積分是照抄再加息 把1類式提出來的答案會比較漂亮 s-1再加息 那這邊寫一個answer 這個不定積分 這個不定積分會等於 這東西是1的x x-1再加息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所以你令u的1的x是越做越複雜 這方法就不對 就不要再繼續做了 你再令u的1的x 再做一次一變三次方 你坐在旁邊 所以這東西碰到牆壁 一定要轉彎 不要硬要把它撞過去 撞到頭部血流 這是不對的 所以碰到牆壁 只要轉彎 三不轉 入轉 三不轉入轉 所以你越做越複雜 本來1次方變成1次方 這方法就不對了 那三不轉入轉 令u的1的x不對 再令u的x 不是令它為u 就是令它為u 就是兩個二選一而已 那越做越緩 就換個別的方法 所以一般來講呢 這是TESL 失誤法 那以後呢 會自己要做出一個結論 你要知道令誰為u 令誰為dv 會做一個結論 這是什麼example For 3-1 我會做出一個結論的方法 我會做出一個結論的方法